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首先頭條來看到的是呢 反制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台灣 解放軍最近可以說是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 並且多次穿越了台灣的海峽中線 另外央視也引述了中共的軍方人士表示說 過去的這個所謂的軍事行動 都是在中國大陸沿海來進行的 沿海進行的 但這一次就直接把演訓推到了台灣的周遭 包圍了起來 同時也徹底突破了所謂的海峽中線 未來相關演訓活動就會變成的是常態化 在海峽中線以東 就是靠近台灣這個地方進行 在台灣兵凶戰尾的這個時候呢 來看到美國的雷根號航空母艦 雷根號李根號你怎麼是閃得遠遠的呢 儘管來看到也就是美國的白宮國家安全會議的 戰策協調官主任 也就是Kirby John Kirby他特別說了 說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蒂 已經指示雷根號的打擊群 會留在這個區域內監控局勢 還說美國近期呢會穿越台灣海峽 但是您覺得美國雷根號真的敢在這個時候 穿越台灣海峽嗎 以及雷根號對中國大陸又有多大的威責作用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皆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為什麼說雷根號閃得遠遠的 看他的航機圖你就可以發現了 這是南海戰略態勢的感知消息 他提到說8月8號這個地方 8月8號雷根號的航母艦載機 灰狗C2A的飛行軌跡他來判斷 雷根號李根號的航母打擊群 他繼續往南的方向來行駛 好這是8號的位置 6號他其實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比6號的位置呢其實怎麼樣 8號的時候他又再往南移動了 大概是140海里往南140海里 但是呢其實這個雷根號的航母打擊群 他是怎麼樣呢 從5號的時候就開始折返了 5號開始折返回來 原本在日本這個地方嘛 他5號開始折返了 這個時候大家都在看 雷根號你真的會穿越台灣海峽嗎 還是你是這樣子 從這個你看6號到8號這個地方 結果怎麼樣呢 就開始從台灣東部的這個地方 南下嗎 那當然最新的就是8號 他是6號這樣轉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這個路徑上來看呢 雷根號似乎是遠離台灣海峽 更遠了吧 更是靠近台灣東部這個海域 來南下吧 所以你覺得美中誰才是紙老虎呢 中國大陸就是亮劍了 台灣就是它的最核心利益 美國你膽敢來這個地方嗎 通過台灣海峽嗎 美中誰才是紙老虎呢 也來聊天室我們一起來聊聊 其實呢中方反制可以說是頻頻出招 甚至呢對美國採取了三取消啦 五暫停等等的 包括來看到什麼的所謂的取消 取消了包括像是 安排中美兩軍戰區的領導通話 取消這一個 以及取消了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還有取消了中美海上軍事安全 索商機制的會議 好這是所謂三取消 針對中國大陸取消呢 中美兩軍三項的交往活動 大陸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他也說當前這個台海的情勢非常緊張 完全就是美國你主動挑釁 一手製造的意思就是 你放行裴洛西來台灣嘛 美國你必須要為此承擔全部的責任 還有嚴重的後果 另外呢 前立法委雷倩呢 在國際制求對決的節目當中 也提出美國所謂的 這個中國大陸 制出所謂三取消 就是取消了中美之間的磋商護欄嘛 以至於呢 柯比說 美國航空母艦會進入台灣海峽 雷倩倩解說 這根本就是心虛的小木偶皮諾丘 直言呢 美國在完全沒有中美護欄的狀況之下 美國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真的敢來台灣海峽嗎 他講的這一句話 今天講的就是 美國的航母會進台灣海峽 這句話 他可能講的是最心虛的 如果兩邊沒有把護欄建好 那麼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經過台灣海峽 已經不是1996年 那個有海峽中線的態勢的情況之下 並且這次的演習 已經把中國大陸的範圍 挪到了台灣以東的情況之下 他如果進入台灣海峽 會碰到陸機 海上的艦艇 還有空中的軍艦 甚至是無人機 各種可能如果不是直接的攻擊 就是騷擾 所以你會不會把美國最重要的 戰略武器 一個航母戰鬥群 或是一艘航母 去經過一個完全暴露在 對方優勢的地方 恐怕所有的軍事專家都會說 如果你沒有做好軍事部署 請不要輕舉妄動 不要去試圖 去做這種所謂的戰略清晰 台灣海峽 可比這次講的話 講得真的很硬 但是美國如果真正去執行了 我認為態勢就會升高 好 美國被說 這個雷根號 里根號 研究院他一篇專文就特別說 從共軍的這一次 劃設了演習區域 很難就不去對照 1996年這個台海危機 當年美國是派出了 李米茲號的航母戰鬥群 在危機的期間 台灣很緊張的時候 他當年是直接穿越了台灣海峽 這一次是閃得遠遠的 他就說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的海空實力 就不是當年1996年 可以比擬的今非昔比 另外來看到 美軍恐怕無法輕易 在共軍演習的時候 派航空母艦穿越台海 你看 這是外國的政策智庫所做出來的 另外他就說 美國在這個時候 不做類似的穿越台海的話 又會被解讀美國是退讓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二十幾年來 中美的海軍此消彼長 一定要提到就是 1996年的台海危機 1995年的7月21號到1996年3月23號 這段期間就是當年的台海危機 李登輝訪問美國 以及去參選了1996年台灣的總統直選 解放軍因此舉行了軍事演習 好來看到 當年是1995年的7月21號到28號 解放軍舉行了導彈演習 朝向距離基隆港 大概是56公里的彭加瑜海域 試射導彈 8月15號到25號的時候 南京的軍區出動了艦艇 59艘 飛機192架次 在東營的北方 大概是28海裡的地方 進行了海上的攻防演練 好 再來看到的是 到了9月15號到10月20號 陸海空部隊在閩南沿海地區 展示了艦艇是81艘 飛機610架次 好 接著來到了10月31號的時候 到了11月23號 福建東山島舉行了 兩棲登陸作戰的演習 出動包括了兵力有包括什麼呢 步兵第91師艦船63艘飛機50架 好 接著來到了1995年的12月19號 當時美國就出招了 他指派什麼呢 指派尼米茲號的航空母艦戰鬥群 通過了台灣海峽 台灣海域 注意 當年是在最緊張的時候 派航母通過台海 現在是台灣最緊張的時候 跑到了日本 跑到菲律賓 現在又要從台灣東部過去嗎 好 這是95年的 接著來看到在96年的時候 1996年3月8號到25號 解放軍舉行了第二次的導彈發射 還有軍事的演習 3月8號到15號的時候 他導彈是落在哪裡 落在基隆 還有高雄的外海 12號到20號的時候來看到 當時海空部隊在東海 南海 展開了第二次的實彈軍事演習 接著來看到 也就是3月18號到25號的時候 大陸的陸 海 空 部隊 展開第三次的登陸聯合作戰的軍事演習 演習地點就在很關鍵的平潭 距離台灣的島嶼不到70海里 這一次演習也有平潭這個地方 好 那除此之外 台灣在23號當年 1996年3月23號 舉行了第一次的總統直選 1996年的3月8號 解放軍其實就朝什麼呢 解放軍就朝了 包括是基隆 還有高雄外海試射了導彈 當日呢 結果美國也宣布了 也就是派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局 部署到台灣的東北海域喔 11號的時候 美國海軍再從波斯灣 加派了黎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前往台灣東部海域 等於台灣東部海域會有兩艘的航空母艦 好 預定呢 要跟這個獨立號的航空母艦 這邊進行匯合嘛 這就是美國結束越戰之後 在亞洲地區最大的軍事部署 好呢 對此呢 解放軍的潛艇部隊也緊急出動了 當時雙方也是劍拔弩張 但是最後的危機啊 就是在美國的航空母艦 還沒有來到台灣的海峽的時候呢 危機就已經解除了 這一次呢 美國是不敢跑來台海 所以呢 前處紐西蘭大使借文集 是怎麼分析的呢 美國在退縮嗎 一踩聽看看 美國已經證明他的 他在面臨這種關頭的時候 他的選擇是非常清楚的 是盡量快速這個脫離 可能發生戰爭的區域 他不是怕什麼事情 他是怕跟中國大陸的軍隊 直接有衝突啊 這是第一個他要做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快速撤離 這個軍演現場 是一種掩蓋性 掩蓋性的 或者一種 或者這種 就是說第一個反應 這個就撤出他的底線 那後面的事情我認為 都不是真正在面臨壓力 美國可能會做的 就是面臨這種當口的時候 美國的反應就是 他真正會做的就是撤出 那個這跟1996年完全兩回事了 這已經兩回事 這個當然因為主客觀條件 已經完全異位了 那這裡面美國撤出以後 第一個 他沒有辦法控制大陸的行為 他過去還有管道 可是你記得這個中間 美國說 跟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所有溝通 大陸全部關閉 因為戰爭是很主觀的事情 戰爭並不是說我一定要 我分析以後我穩贏我才打 戰爭很多 沒有說穩贏不穩贏就打的 而且你要看中國大陸 大陸的這個過去的戰爭史 他只覺得要該不該打 他是主觀上覺得該不該打 客觀上有劣勢 是用主觀的意志力跟戰鬥的意志來克服的 每一次都這樣 美國過去的軍力 跟大陸差距非常大的 在韓戰中國大陸是沒有空軍的情況之下 大軍陸軍就進去打了 完全空軍是美國掌握 照打 那只是一個主觀上認為 這個是不是該動出手的時候 那個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決定 那這個時候你看中國大陸 這個是決心 我就是要這樣做 你不要來打 不要再吵我了 你要來戰場上碰的話 怎麼就碰碰看 是這種決心 可是為什麼美國 美國其實也不是說這麼鬧 美國認為覺得不值得 因為美國 你又不是打到 你也沒有打到美國 任何一塊美國的土地 因為本來就不是核心利益 不是核心利益 台灣是哄著你玩的 對不對 是邊緣邊緣哄著你玩的 就哄成 這個被哄的人 就真的就獻出真心了 對不對 台灣就以為真的被哄 把謊言當作真實在那邊 自我麻醉了那麼久 堅若磐石聽到開心 在這邊沒有一塊我的土地 我最近的土地在夏威夷 在關島 在中楚島 那個是不准人家碰的 台灣 不是我的領土 對不對 而且我在 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 就已經跟中國大陸講了說 我接受一中政策 好 所以呢 時隔了二十六年 美國現在被說 已經沒有這樣的威責力量了 美國之音呢 已述媒體還有專家分析 這一次的台海緊張的局勢呢 跟一九九六年的台海衝突的範圍 可以說更廣了 更強了 但是呢 美國你是退縮了 因為解放軍展示出的武器 更加先進了 不少美國專家更直言說 美國航母啊 昔日對共軍的威責力量呢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北京再次因為不瞞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作為 再次呢 在台海舉行大規模的實彈的軍事行動 導彈不僅落到了什麼 台灣的周邊的海域嘛 甚至呢 還有多枚導彈穿越了台北的天空 擊中了台灣的東部的海域的目標 美國專家異口同聲說 美國出動所謂兩個航母的戰鬥群 讓解放軍呢 能夠民兵收兵的日子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那CNBC呢就有引述 像是退役四星的海軍上項呢 前北約盟軍的最高指揮官 他叫做呢 斯塔夫里迪斯 他怎麼說的 他特別提到說 說大陸現在的軍事實力非常的可怕 特別是在靠近本土的水域 尤其就是臨近台灣的地區 這些官員異口同聲的傳遞一個訊息 也就是1995 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 美軍不是派遣了航空母艦穿越了台灣海峽嗎 中國大陸曾經一度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英文叫做 Nothing China could do about it 現在這樣的日子 一去不復返了 CNBC也提到說 大陸由於受到第一次波灣戰爭的震撼 以及1996年台海危機的中國大陸的軍方 因此開始啟動了全面的軍事現代化的建設 不只像是太空衛星的資產 還有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空軍以及海軍 當然要建設一支援建設 台灣海峰的軍事現代化 一支援建設 雞尾形同時 一支援建設 在阻撼的國際上 雞尾形同時